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破線感染其實跟廠牌沒有關係 除非說這個廠牌不是FDA所認可的 就是它本來效價就比較差的這個疫苗 那一般就是有FDA認可 或者我們台灣TFDA認可的 其實這些效價都是好的 那之所以會發生突破線感染 其實它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就是說你接種了這個疫苗 像我們剛剛講的 是不是那效價不夠 那如果是這些效價都夠的 比較好的這些疫苗 跟你施打的時間有關係 如果你是很早以前就施打了這個追加劑 那這個感染可能發生在 你抗體效價下降了之後是有可能 或者是說你這個疫苗剛施打 抗體還沒有產生的比較多的時候 當然也可能出現突破線感染 如果你接觸到的這個病毒量是比較大的 那也會很有關係 如果說你有抗體 但是你接觸到的病毒量是比較小的 可能不會感染 那你如果說剛好是面對的病人 他打噴嚏或者是說你所處在的這個 空間病毒量很高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因為這樣子得到感染 因為我們施打完疫苗 甚至於是追加劑之後 我們體內的這個免疫反應會比較充足 包括我們的抗體跟其他的這個 細胞免疫的這些免疫功能會比較好 那當我們受到感染之後 當然我們身體的這些免疫的激轉就會保護我們 那比較不會演變成重症 那同時他的這個病程也可能會比較短一點 國外的經驗來講 他們已經發現了 就是你有施打完這個疫苗 特別是追加劑之後 14天之後 那你當然比較不會得到這個感染 那即使得到感染之後 重症的比率也比較低 那這一波在香港跟韓國的這個感染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年長者 那特別是這些年長者 如果沒有施打這個疫苗 沒有施打最佳劑 甚至於是連一劑或者兩劑都沒有施打的話 那他們重症的比率會比較高 而且這個住院的比率跟死亡的比率都相對的高幾十倍 如果真的有發生了突破性感染之後 那當然每一個感染過後的病人 可能會有部分的人產生這些所謂的後遺症 可是如果說我們整個病程是比較短的 嚴重程度比較低的 那當然出現這些新冠後遺症的這個比率 還有程度就會比較少也比較輕一點 謝謝